字幕製作 by 王小連 王小的攝影 歡喜 музы 終於天後期地再度遇上大難題了 將在康熙碰上尷尬人物仔仔 周雨明 而且就在錄影前十分鐘 咱們的天后CD 竟然緊紮到在原地大跌一跤啦 痛得坐在地上三分鐘 難以起承 究竟忍痛錄影的CD 將要如何拷問載輩呢 載輩好久不見耶 嗨 你們最近好嗎 還好 妳還 原來是痞子比較困難 還是跟大SD爺爺爺爺爺爺 妳在說我們講什麼 有可能再想要把他追回來嗎 我對他的感覺 從 從來沒有消失過 我的天啊 後輩的原本 你比較虛妙 所有談話性的節目 就只有 那個 緊張緊張 尷尬尷尬 載載面對犀利的勁爆提問 將要如何接招呢 大明星還有大導演光臨康熙來了 歡迎蔡月薰導演還有宰宰 歡迎 那個他們兩個人當中 跟妳比較熟的是 蔡導我常去看他的班 怎麼可能 以前啦 因為我姐有拍他的流星花園啊 喔 提到妳姐啊 嗯 怎麼那麼有種啊 我在這邊奉勸大S 最近比較談戀愛 沒有尷尬 我不想再跟妳的舊行人碰面了 因為演藝圈真的還蠻多 他留下的足跡耶 怎麼辦 近期差不多 他就最後一個了啦 真的嗎 不會再有了嗎 沒了 應該是沒有吧 也不會有韓國歌手來上節目 他很少來台灣了 最近 好 姐姐 來上康熙有掙扎嗎 一開始有 等一下 姐姐 沒有 因為我們剛才在化妝間 一直在爭執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我姐分手之後 你沒有上過我們節目吧 應該是沒有吧 還沒有來過康熙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 OK 那個 周綺銘先生 麻煩你到我們中間來好不好 謝謝 謝謝 現在就... 對啊 請啊 請 歡迎 這次是為了彼此英雄來的嗎 沒有 我真的現在很後悔是 我剛才應該要主動去 上前去多關心一點點 也許你就不會 在錄影前他老人家跌倒的時候 對啊 原地跌倒 怎麼會這樣 以前 我丟你 我要殺死你 趙愿 你看到我跌倒 我有衝上去耶 我反應很快 就是要不要你衝上來 我不想要被你看到我這個囧狀 你應該往口外狂奔 你是不是還想要對付那邊 三位警官 你們三位一起殺 他們是警察 第一次後面就看到我跌倒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可能對風不好 屁股超出 你們三個帶水鬼 對 宅宅我就姑且原諒他啦 不要亂怯別人自己站不穩 好 所以呢 兩個人多久沒有見面了 你們兩位 我不是說你跟大S 我不是說你跟小S 你差點要回答你跟大S 對 滿久的啊 好久 因為打從他跟我姐交往的時候 我們就很少見面 為什麼 他非常難相處 這句話好耳熟 好像我也跟藍長的講過 你姐專門挑這種難對付的人嗎 男我像都怪裡怪氣的啊 沒有 因為他非常害羞 是 就我們有一些姐妹聚會 他都會能不參加就不參加 所以今天要見面的話 你覺得是 周一鳴比較緊張 還是妳比較緊張 應該是你吧 你知道我真的很好奇 你怎麼會來上我們節目耶 因為我自己也很好奇 我當初拿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任何反應 就可能在拍戲 你說拿到那個通告表的時候 對… 現在徐希蒂要跟周一鳴表演 互看10秒鐘 宅宅好久不見耶 嗨 你最近好嗎 還好 妳還 來 蓋子摔了一下 好爛喔 好了啦 這樣就好了 好爛 怎麼那麼不會寒暄 真的 你就不要准那個事情 要問你啦 什麼啦 你幹嘛逃走啊 不是啊 花這麼多時間 在聊我自己的事 是我覺得很奇怪 等一下會聊戲 你放心 你今天是為痞子英雄來的 我知道啊 然後蔡英勳導演 大一絲為了痞子英雄來 怎麼不會是為了 你跟大一絲的事情來的吧 對啊 我現在就怕 他們覺得是這個樣子 好 沒有 我先講 今年我最想看的一部戲 就是痞子英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仔仔演技非常好 OK 然後加上你們又一直放話說 那是什麼多厲害的戲 就導致我還沒想到 怎麼聽起來 怎麼還這麼馬虎啊 然後 因為我覺得 趙英雄還挺帥的 真的嗎 謝謝 對 你很帥 所以我才要開始 你還要看到別的 從我們在鏡頭 在鏡頭 做出鏡頭 我不知道 沒有沒有 我在夜訓面前 帥的狗姿勢我都不在 我怎麼會是你啊 好 這樣夠吧 這樣宣傳也夠吧 你只能為了 忽然就變成 整座戲的說法 不然你也講幾句好聽話嗎 那個 趙先生妳要好好對待 妳知道他令尊是誰嗎 我知道 超難對付的 趙叔海大哥身體還好 他還不錯 謝謝 可是你不能碰 我很好奇 你怎麼可以跟他處得來啊 因為他處得很炸 他處之後嗎 他其實滿好相處的啊 他有好相處 他超愛教訓人的 好可怕 畢竟我跟他已經 生活了那麼久 一定要想辦法找出一個相處模式 我有想過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不是一個那種 被兒子置住的爸爸 就是他在外面很兇 可是回家就被你們置了死 不是嗎 這居然不是喔 不是 我現在是要站著嗎 不是啊 我覺得他調教了我還不錯 我覺得你要坐著 因為只有跟 戴愛子分手的人才是站著 好啦 那你就這樣子 然後就沒聯絡了 因為他也不喜歡跟我聊這些 所以你要從這邊知道 你幹嘛不跟你自己結尾 投演 你要不要去中間站一下 你也跟戴愛子分手的人嗎 載載現在非常希望 有人可以去到旁邊站著之類的 載載我問你 我們可以選 就是說你要一次 就把所有的痛苦都熬過 還是你每次回去坐一下 然後過五分鐘 我們再把你叫到中間來繼續 其實我真的是很希望 就是可以多聊一些戲的東西 我們會聊痞子 英雄會介紹 他說請來了耶 不然什麼 請他們也是花錢的耶 你看我們多遠足 歡迎三位警官 歡迎你們好 哈囉 林淵誠是刑事局的副隊長 你好 然後馬仙恩跟潘仙恩 是霹靂小組的教育 為什麼剛剛我跌倒的時候 你們沒有立刻飛出來 把我抱住 為什麼 我沒有看到 剛剛畫面我們都沒看到 都沒有看到嗎 是因為這邊有障礙物啊 所以所謂的痞子英雄 痞子的部分是你對不對 對 那英雄是他 對 所以痞子跟英雄是兩個人喔 對 痞子英雄是兩個人 所以為什麼 痞痞是痞子 就為什麼他演 為什麼他演痞子 你叫他自己講 你覺得 你痞在哪裡 你讓他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跟大一子的事囉 你不知道的話 因為導演可能我們之前在拍戲的時候 《流星花園》也好 或是《戰神》也好 都是比較 你看不到 《流星花園》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很難 跟他好好聊天耶 因為他隨便講出兩部片 都是跟大S合作的 就是《流星花園》也好 《戰神》也好 都沒有 就是這樣問起來 都是你這樣 一步步走過去的 何必這樣子呢 何苦呢 沒有好玩啊 好 所以那兩部戲 演員是什麼 私底下的時候可能在 跟蔡葉勳導演 對 私底下在聊天 或是跟演員在玩的時候 他可能發現 某一方面我是一個 不太像 大家所知道的宅在那樣子 有沒有發現我把來賓 擺在中間的時候 他沒有人都是對著我講話 對啊 人家跟我當什麼啊 那我應該要怎麼看 所以你說 詮釋痞子這件事情有困難嗎 就 你問了一個真的問題耶 對 哇 女人好好 就是 痞子英雄其實 他大概好幾年前 就已經在 菜刀裡面 他已經在構思 然後所以 我很早就知道 要演痞子這樣的東西 詮釋痞子比較困難 還是跟大S提分數比較困難 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他快要 他快要氣孔流血 我沒有提啊 是我姐提的 這 因為他也就不想跟我聊這個 真的嗎 他就當作 就不要聊嘛 所以是他提的 沒有啊 好 那我換個問題 詮釋痞子比較困難 還是接受大S提出來的分數 比較困難 痞子比較困難 所以那時候我姐 莫名其妙提分數 你都沒有說不要這樣 好 你到底希望我講什麼 他們三個也很想聽 你有嗎 三個 三個 已經可以再握槍了 好不好 所以 你們不想聽這個八卦嗎 想不想聽 看季季的眼光 我滿喜歡看 對 如果說 對啊 因為警官難得 抽空大線 我們就聽一點娛樂圈的事情 不然馬先生 你不要問一題 他跟大S的 你最好奇的 我讓你問一題 要煩霹靂小組 他比他很酷的 我跟你講他們都八卦 沒有 基本上 我比較少在看娛樂節目 對 那你現在對我姐還有感覺嗎 我一直跟所有人講 就是 我又想要談一下品質一句 很難插入那個八卦 好啦 我最後這個問完 我們就聊彼此英雄 OK 那個 你是說你現在對我姐還有感覺嗎 我對她的感覺 從 從來沒有消失過 我的天啊 好感人喔 你不要亂接嘛 她只說那個從字而已 頭好痛喔 不然是從什麼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嗎 從以前到現在其實都一樣 因為 因為她 那很感人喔 不是... 我是說還沒 結束 還沒... 在一起是朋友 或者是姐弟的那樣的關係的時候 她跟導演 還有 才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都是很重要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我懂 到現在 生命中的貴人的意思是不是 不管發生什麼事或是 你說分手也好 但這個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還是一樣重要 死他在你心中都有一個位置 一定喔 我要哭了 都是你摘到貓人家 誰去啊 你哭怎麼樣 你因為這邊很痛 早上症狀就一起大哭 一場 順便哭出來了 好了 講得很好啊 對啊 很感人耶 所以就是 反正還是會繼續 感念她的恩情就對了 一定會了 對 拜託我再問一小題好不好 拜託 你這個人講話真的 你知道你為什麼會摔跤嗎 也許是 老實在提醒你了 我摔都摔了我就給你問到底 不要這樣子跟天做對啊 不要這樣子 我都摔成這樣了 好啦 我再問一題正真的啦 嗯 就有可能再想要把他追回來嗎 我 我會記得 我們為什麼會分手是 沒有辦法去堅固到 彼此 對 我沒有辦法在那個時候 去珍惜對方 老實講應該是這樣吧 對不對 如果 我當然我有自己在工作上面的 理想跟目標 我如果沒有達到那個東西的話 我會覺得 呃 你要做一個人的依靠 是很困難的 尤其是 一方她是一個這麼好 這麼好的女孩 在事業上面 這麼成功的一個女孩 對啊 所以你是說 如果事業再更成功 你就要追她了 我不知道以後的事會怎麼樣 所以痞子英雄上片 就可以追她了 如果痞子英雄收視非常高的話 你有可能去追是不是 你的言下之意 我不會 我真的不知道 成功就叫做收視率 我不知道這樣子 沒有 因為她剛言下之意 是我聽錯 還是說她 我聽了也是這樣子 就說你要 收視率破五的話 就是這樣 哪有在一起 都比拿這個做賭注 收視率管轄羅勇嗎 對啊 沒有 因為你應該有言下之意 是說如果再怎麼樣成功的話 你就有可能才去追她 當她的依靠 應該是 就是如果以 兩個在一起的原理的話 我真的希望可以做一個 女孩子一輩子依靠 當然 這很難說 我沒有辦法說準 那如果現在 如果交了別的男朋友 你可以容忍嗎 可以 你不會受不了 祝福啊 為什麼不行 因為她如果要追回來 你還可以再把人家奪回 沒有 就真的會祝福 可是你現在還會很... 就是還會愛上別的女生嗎 我好想要幫你 我說 我好想要幫你 回去 我目前啊 會不會那個影子一直久久 沒辦法你這樣消散 對 因為很多東西你... 我覺得好像P小組 會掉繩子踩 然後把小孩子射殺的感覺 直接綁起來 你看到聽得驚驚怎麼會啊 會毫無故終於命 就是希望能夠 每一段當然都希望 可以找到更好的嘛對不對 但是很困難嘛 這個東西 而且 也不是說說 這個女孩子不好 然後我們才分手 是因為自己 沒有辦法兼顧 那你這時候再去... 再去談其他的感情 好像有點刺打嘴巴的感覺 我真的這樣覺得 這劇中都沒有鬧緋聞 那女主角是幹什麼的 常依涵小姐不是女主角嗎 沒有鬧緋聞啊 跟她嗎 沒有 妳跟宅宅處得來嗎 一開始處不來 我不敢跟她講話 結果後來怎麼突破的 就慢慢的聽她 就是其實她還會講冷笑話什麼 然後每天她跟別人聊天 我就在旁邊偷聽說 她大概都會聊什麼樣的話題 就是宜蘭人都會講什麼話題 是不是 是 放回小到宜蘭人嗎 然後就是 很後來... 我們才比較好 可是妳會不會覺得很難 就是在宅宅跟趙宥婷裡面 要選一個的話 因為趙宥婷我沒看錯話 是不是算滿帥的啊 還好 是帥的 不然導演怎麼亂選人嗎 是帥的啊 沒有 妳要怎麼樣 妳要在這裡當場外衣嗎 我 我這邊要不要拉低一點 妳剛剛已經丟臉過 妳現在扯光妳沒有用 我要走得好扯喔 妳誰啊 妳是不是講阿亂嘛 妳剛才錯過好好的 人生警戒的畫面 他是在錄影前摔倒 錄影前摔倒 也不知道祈求了多少次吧 我剛剛說話在一起 你不要阿亂沒有 不要亂講話 是你給我打蠟的 是你一百多打蠟 不會這樣 我沒有那麼換心啦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我已經有話了 好 謝謝 歡迎妳要給我講 陳奕涵小姐是 徵選而來的 我不是耶 妳是怎麼出現的 我是 內定的嗎 沒有啊 就是 我是第一個去試鏡的 可是我沒有參加比賽 然後我後來去北京 然後他們後來突然開天窗 我就教會了 可以跟著後面試鏡 妳怎麼那麼不浪漫的故事 妳這樣聽起來就好像是 整個試鏡都淹幕單 但是後來又有一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內幕 因為我沒有參與那個過程 公司開幕第一天 他就來跟我們見面 然後我們說 哇 這女生好漂亮 要不要來選 痞子英雄的女主角 那他的經紀人就說 你要就用我們 不然的話呢 我們是不來徵選的 經紀人這麼拽 真的 他不是新人啊 對他來講他不是嘛 他其實演過滿多戲的 真的嗎 什麼 硬柿子啊 然後在中國也演過一些 在大陸 比較常在北京 對 對 所以經紀人落下這句話 妳還願意用他 我覺得他經紀人也沒錯 我願意保護他 所以我也可以接受 那反正他不來選我就算啦 那我們就選選選 就選上一個女生 結果就開拍前兩天就出狀況 什麼 就是這個女生的經紀人 好像也怪怪的這樣 然後跟我們之間 工作認知有一點差距 就也是大吵架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我們已經開拍 然後蔡老師就說 妳不要以為我開拍了 我就不敢換人 蔡老師就說停拍 然後當時我們就 換女主角 對 整個團隊就發瘋了 因為那個真的 那前面已經光訓練 就好幾個月嘛 然後再選腳 然後再 所有的東西都做 連頭髮都染好 服裝都訂好了 都已經要拍第一天了 導演就換腳 換腳的話 我們就大家一直想 一直想 才想到說 那個女生 很漂亮 那個女生 連她名字都忘了 你知道嗎 就那個女生 就把她再繞回 蔡蔡妳現在有在放鬆嗎 我想說我都不想換 妳們應該會 會摸摸摸消失掉 就看不見妳了對不對 妳以為妳有抖隱形抖風 我用余光看到 妳是徹底的在發呆耶 我常這樣嗎 妳怎麼可能在 綜藝節目裡面發呆啊 沒有啊 因為我在仔細在聽 妳有在乎 體質英雄的事嗎 有啊 我有在聽啊 妳不想聊體質英雄 我們就聊大一陣啊 妳不要這樣子 妳不要這樣逼我 不是 因為她剛才徹底的發呆耶 所以我要叫她皮繃緊 因為還是會常常回來 她不能夠就以為事情就結束了 可以啊 妳們可以問一問 突然問我 我還是有在聽啊 我只是在想 對啊 你在想 抱歉 不是 我在想 沒有 整個在徵選陳奕涵的這個過程 所以後來臨時換成陳奕涵 你滿意嗎 我其實對我來講沒有差的 因為 因為即便是新人也好 或者是演過戲的也好 都比不上 大人 看心中 持有一個地位 就是要留給 大S 我們這樣子是人嗎 不是 宅宅怕尷尬 不敢與大S同台 幾隻英雄女主角為什麼 不用大S 因為她 她不像 宅宅為什麼 是 她不像 我罵同台是不是 我罵同台 她不像 她不像 我罵同台是不是 差不多一個月 所以你裡面有需要用到替身嗎 還是都親自上陣 我幾乎95%都是自己的 天啊 好悶喔 怎麼樣 我特別請問 你今天重點是要聊太子 還是要搞外遇 沒有 我知道 中管齊下 我主持動力很強的 所以 妳的意思是說 趙俊廷跟宅宅兩個比起來 趙俊廷比較合妳胃口是不是 對 我喜歡單眼皮 所以它是有韓國明星的味道嗎 有 它有 OK 而且宅宅已經是跟我姐在一起過 那種妳知道 親戚的感覺 對 好像在碰哥哥還是弟弟的 妳不是應該先想到 妳已經結婚了嗎 對 這是很討厭的東西 那是很討厭的 我都忘了直接 終於有人說去 所以 太大了 妳是因為要用她兒子 就被別人 就把叫出來先也用進去 沒有 我完全不是這樣 我覺得跟你們兩個講話 很有壓力 怎樣嘛 我們不是講出演藝圈的真實面嗎 緊張起來 沒有 我找趙大哥 完全是覺得他很適合 而且很需要 所以找趙大哥來演 那他們父子倆有對到戲嗎 有 有 尷尬嗎 完全不會耶 我原本預期以為像我跟我爸那樣 會很慘 結果 我是說演戲 對他的影響 我媽媽導演 我是說表演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恐懼感 他在選擇演員上的問題 他會認真回答我嗎 就是女主角為什麼選誰而不選誰 他可以用他的專業回答我嗎 我覺得他可以 真的喔 他不會認為我們在八卦 不會 當然 皮子英雄女主角為什麼不用大S 為什麼 我們這是專業的問題吧 OK 因為他 他不像 仔仔為什麼 你不是隨時都在我們這個節目裡面嗎 是啊 我想說你現在好不容易 話題就轉到導演身上 就讓他承戴一下 等一下導演你跟我講 他的角色是什麼樣 怎麼會 我姐不是 他是一個 應該S不像 因為他是一個 黑社會老大的女兒 他的性格裡面其實有一種怪獸性 他S超像的 對 他超怪獸的 但是S長得太秀氣了 他也很秀氣啊 他沒有 他不秀氣是什麼 不是 他是 因為他長得像洋娃娃 但是他有一種 比較 導演你說實話 所以一開始 比較短路的性格 一開始大S就不在名單裡是不是 沒有 我很想請他來客串 後來是因為傳出分手事件 你才打造這個念頭嗎 沒有 是他不接的 是他後來拒絕我來的 後來是因為分手沒辦法同台是不是 真的嗎 不能同台了嗎 沒有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規定 因為他時間沒有搭上啊 但是他幹嘛想那麼複雜啊 可是仔仔現在還可以同台嗎 我沒有這個 方面的顧慮啊 所以如果是有一個戲要找你跟我姐 你可以接 比較困難 在前面再跟我廢話小鏡 你瘋了 你瘋了 看一個片段 我昨天忘了告訴你 我叫林可樂 我媽是你們悲劇分局的 林局長 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 什麼東西 趕快 你哪裡 趕快你 忍 沒有必要真的開槍吧你 我為什麼要跟這瘋子一對啊 趕快躲起來啊 你們兩個是怎樣 災難收集器嗎 連吃個豬飯都可以吃 你搞得這麼大 以後你們 你會叫便當吃好不好 拜託 警察被動發布上請 看起來是一個運動量很大的劇情 好累喔 就是拍了八個月是嗎 然後當中一直在這樣狂奔亂大吼大叫 宅宅是不是有累到快要受不了 就考慮要退出演藝圈對不對 沒有到考慮 只是當時會有一股氣會覺得 想要說退出這個劇組 只是要離開這個劇組 你說最痛苦的點是什麼 就是體力上太操嗎 其實我們的問題在於 大家都是很追求完美的人 那我們都有一個 腦海裡面最好的畫面 那只是說 好的東西當然就想像 我們做不做得到 現實的資源 技術給我們的東西 可不可以做得到 只是有時候 沒有辦法給我們的時候 那種痛苦 會比每天在拍十六個小時以上 的痛苦來的 所以挑戰做不到的時候 最抓狂的人是導演 我其實看到他每天都痛苦 就會覺得你為什麼要這麼痛苦 因此而我也痛苦 OK 所以導演是痛苦到每天都在 片場裡面發脾氣嗎 可是有跟老婆吵到要 什麼帶著小孩 他會啦 他會 因為我們在高雄住 那我們這次有講好了 不要再像以前那樣吵 是操支嗎還是 操支不會操 操支是 已經是就是不要去管那件事 很重要了 演員太玩命嗎 這個也不會 這就是最多我就是提醒 我覺得就是 那妳們這不是 逼我們要問說 是導演跟別的女主角 又肥我們 還是說導演太累 沒辦法跟你親熱 不是 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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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樣的 帶小孩從高雄回台北 我覺得就是他情緒 可能都很在一個程度裡 然後我隨便講一句話 他就會彈起來 他就會說 你現在是在責怪我嗎 你現在是覺得我今天拍太少嗎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責怪你啊 你明明就是 你最愛責怪別人 我就回家了 所以妳說那句話 可能是隨便一個很無聊的東西 很無聊的一句話 對 就比如說怎麼還沒好這類的 對 那今天晚上那個景怎麼搞的 可能就是這一句話 他就會整個彈起來 就彈起來 因為他壓力很大 那妳要安撫他嗎 還是跟他大吵 我就是大部分就是安撫他 可是那一天可能有一次 我真的是有一點火 我就覺得 妳真是莫名其妙 然後我就帶小孩走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還要週末 帶小孩去高雄嘛 那所以就是 那天也沒有高鐵 害我還跑去搭巴士 到早上四點才回家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聊 仔仔跟大S的事 然後製作人就會問導演說 怎麼今天都沒有聊到戲 然後導演就會彈起來 他就會說 你覺得是我的貴心嗎 我也在港幣啊 我也在港幣啊 之類的… 這很精采耶 就是這個模式 然後他就會說 這關我什麼事呢 這件事情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啊 然後我就說 因為這有前面的問題 因為白塔我們吵太子 西蒂大膽逼問贏夜情 讓仔仔當場嚇傻了眼 仔仔本人不是會發生 你怎麼知道 爸 人真的可能說 我有比較 沒有自我過 就是活在 迷爛的世界裡面 所以你有就是 奇怪了 你也有看你眼睛好像跟我 你知道 我怎麼很想跟你 偷心偷肺 但適合在這個地方嗎 不然那在哪聊天啊 所以你覺得警察在家裡 看劇集的時候 有通通在笑演員嗎 對 所以說我們哪有這樣啊 所以開槍的時候 會大喊不要走 不要動嗎 趙維婷剛才你們是有大喊 不要動的 進去之前要喊不要動 對 所以你還有一個畫面 你一邊跑一邊開槍耶 是的 你們有這樣嗎 邊跑一邊開槍 這個有意義嗎 一邊跑一邊開槍 剛剛看這個影帶 對方是用這個長槍在掃射 如果是這樣子 那個英雄這老早就已經掛了 是這樣子 所以這不合理嗎 所以反而皮質它找那個掩體是對的 皮質找那個掩體是對的 而且它可以定位對著車子 負責長 負責長說你的動作才是正確的 我覺得並不是 那你在掩體後面的時候 有在想大S嗎 一定有 算了 萬一這些電話 我在上面會怎麼辦 很難溝通很難溝通 大概以為 我們要認真 你提 不好意思啊 因為副隊長 不小心提到你 所以我們發作一下 好那 所以你們在分配 你在劇中的角色 是一個很愛找掩護的人嗎 對就比較畏畏縮縮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去查到是長官正在做不法的事情 你也會想要就是假裝沒事躲開 如果是 查到那個已經算後半段了 這個 這個皮質它已經不是這麼微微縮縮的 它會主動一點 就前面皮其實內心是很有正義感的 那你們兩個在劇中不會喊那個吧 爭奪女主角 就是啊 就是 有嗎 如果沒有的話幹嘛要看見這真心 你們兩個都愛陳奕涵 合理嗎 你說如果他們兩個都愛徐心屁 比較合理一點 對 就是因為陳奕涵就是 因為他看起來是小女生 就你們兩個有什麼 他就優點在什麼裡面 因為剛才床戲裡面也不是他 對啊 是林佳琪啊 對啊 為什麼你愛他 然後跟別人上床 他也是啊 怎麼要拋扯下去 皮質的個性就是這樣 對 皮質的個性就是 皮質的個性在 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比較沒有自我的人 對 只追求性 你說 做任何事情都一樣 你在劇中就是一直先亂搞 然後沒有真愛 沒有靈魂 然後到最後遇到陳奕涵 你才突然找到一個避風港 大致上是這樣 但是沒有這麼 我覺得仔仔很擔心這話有陷阱 所以他在想 你是不是只要轉一個彎 就會害到他 覺得到我姐 可是大致上是這樣吧 導演 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不問一下仔仔拍床戲的時候 心裡在想什麼嗎 而且我覺得導演 你找林佳琪會不會太過分啊 為什麼 因為林佳琪 打從我們以前跟她見面的時候 她上我們節目 然後我跟我姐就一直說 她長得跟我姐好像 有嗎 潘教官你覺得有嗎 她們兩個有像嗎 潘教官 妳知道誰是林佳琪 剛剛在床戲 我知道 林佳琪妳也知道 妳也不會再出遊玩 那妳覺得林佳琪漂亮還是小S漂亮 小S漂亮 小S漂亮 因為我不喜歡 妳們要加油 要辛苦 妳真的好辛苦 妳要懂得保護什麼 妳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不然人民會很心疼的 是妳太心疼吧 大S本人都親口跟林佳琪說 我們兩個長得好像 像嗎 某個角度還滿像 是像的意思是不是 他有在按 他有在按那個東西 是像 你今天是去表達能力嗎 沒有啦 她說我痞子 妳不要急 妳不要再問了 真的嗎 沒有啦 對 換妳問一題 剛剛問一題跟大S有分了 來 加油 好好的 剛剛不是認真嗎 沒有認真 沒有認真 好幸運 她很自身失彎 不好意思 林佳琪好 所以這一題是真的 就是她有像大S嗎 因為媒體是這樣寫的 某一方面應該像吧 剛剛在螢幕上面 看起來好像是像 所以你當時有覺得 蔡月馨在整你嗎 我並沒有 因為拍戲我真的沒有在管這些 真的沒有在管這些 他現在我們把它戳穿了 你有覺得她在整你嗎 唯一整就是身高吧 因為站在一起 好像跑起來很累是不是 我不准她那個穿高跟鞋 OK 可是你在跟她拍親熱戲的時候 有沒有一直就是閃過大S的臉 因為太像了 沒有 那場戲你有看嗎 我在睡覺 從頭到尾都是在閉 都一直閉 沒有互動嗎 只有最後面一睜開眼睛就 好 有 她說梁教官的時候 你有睜開啊 可是沒有看她 就 戲裡面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真實現場有看她吧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看林佳琪 男生都會看啊 她很漂亮啊 是很漂亮 那林佳琪跟大S 哪一個比較漂亮 你覺得 你們只有這個時候 會注意到我就對了 對 都舉槍了嗎 不錯… 洪琪是… 洪琪想要誤導P小組 以為你是歹徒 然後他就把你卸了下 P小組 什麼壞事 聽說導演有設定交心的時間 對不對 陳怡函是拍戲 到晚上十點十一點的時候 導演會有一個 號召演員大家聚集的時間嗎 沒有啊 不是拍戲 就是她平常自己下 就很喜歡就是 如果有誰誰誰生日 她就會喜歡找大家一起出去 很臨時的嗎 對 她就突然想到說 今天她突然去探一個班什麼 就覺得好 大家可以一出來 就會叫大家打電話 就是互約 那是需要交信的嗎 通常都會小酌 就會 然後導演又很容易喝醉 就會 就會發酒瘋 沒有 就是會 對 講話很感性 講些什麼 躲愛老婆那類的嗎 他們就是平常就會 對啊 就會聊一些 就是譬如大家以後 紅了不要不聯絡啊之類的 對 誰紅了不跟你聯絡 沒有 我只是說 因為他們幾個在一起 我覺得很難得 我是要帶頭 拉著他們大家一起過去 導演每次喝醉 就叮嚀大家說 以後不要紅了就不聯絡 到底是誰傷你那麼深啊 沒有 沒有 他只取得了他自己的 是F4裡面的嗎 我跟他們四個都合 所以他們四個都還是會跟妳聯絡 會 都會 他也會 也會跟妳聯絡 所以 喝醉的時候誰比較煩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是屬於蠻快醉的那個 OK 你比較煩是不是 所以你有看過兩位男主角喝醉嗎 有啊 有啊 然後那個 算算喝多了 所以宅宅喝醉後都沒有哭嗎 他喝醉只是會講話比較不清楚 他親情也是啊 那趙又婷喝醉會怎樣 會怎樣 我就跟平安 趙又婷有沒有跟妳稱讚過 小孩子漂亮 小孩子我想請問 你喝醉是屬於那種 會亂親人 亂抱人的那種嗎 不會 你以為灌醉人家就配別醉了 不然還可以葉俊喝醉 為什麼不亂親亂抱 為什麼要 就你在擔心什麼 沒有在擔心什麼 這是娛樂圈耶 所以就會這樣嗎 所以你連喝醉都會覺得說 要維持紳士風度嗎 差不多耶 你爸爸有警告你 回台灣來發展 是要提防演藝圈的誰嗎 沒有 所以跟誰都可以去喝酒 提防行為吧 跟場合吧 還有規定你不能做什麼 也沒有耶 可以跟明星外遇嗎 外遇喔 先不要那麼重口味 先一夜請 可以一夜請嗎 不可以吧 不能一夜請 為什麼要一夜請 你不是從加拿大回來的嗎 加拿大很長一夜請 等一下你 我為什麼都不知道 你言下是意思說 發生了 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喔 其實是因為會想要在一起 才會發生啊 你難道不懂得逢場作戲嗎 因為你只想玩玩而已 對不對 好 剛才我們看到片段當中呢 痞子也就是仔仔的角色 好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你是為了對方是警察局的 高官的小孩 才跟他在一起的嗎 不是 我本身就是他媽媽的屬下 那我跟這個女孩子交往的時候 並不知道 而且我跟她是發生 就是一夜請這樣的東西 戲裡面 戲裡面 然後 所以當她說 她還是戲裡面啦 不然 仔仔本人不是會發生一夜請的人 你怎麼知道 爸 人真的很難說耶 因為我認識你的時候 已經是大S的那個階段了 我不知道以前的你是怎麼樣 我有比較沒有自我過 就是活在糜爛的世界裡面 所以你有就是放縱自己亂玩過 以前會 但 那時候是還沒進演藝圈的時候 你所謂的不然玩是有到一夜請 那種程度嗎 沒有啦 就是朋友出去外面唱唱歌 你讓我講什麼 奇怪耶 因為我看你演講好像跟我 你知道掏心掏肺的樣子 我很想跟你掏心掏肺 但適合在這個地方嗎 不然我反正在哪聊天啊 我現在還要帶孩子耶 歹徒瑕疵大小S 來人的反應竟然是 歹徒瑕疵是大S 你第一句話要幫她說什麼 應該會 等一下會不會說出說 我用我自己來換她 我要哭了 我自己的個性可能真的會這樣 那如果她夾持的是我呢 我想辦法激怒那個感覺 你希望不要開箱 你希望不要開箱 那個女孩子很兇悍的 她會打你的 所以劇中那個 剛才拿的場槍出來 掃射的歐巴桑 就是那個警察局局長對不對 對 OK 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 不可能有這種情況 所以隊長你本身有經歷過槍戰嗎 就是互射 是有的 我們在那個潛水灣 就是三支潛水灣 有就是跟歹徒對峙過 那時候我們動用差不多有 有一百多位那個霹靂 還有一般政府警察 我們在那邊圍攻那個 耕獨眼槍擊案 因為對象是 在台中耕獨眼 當場就槍殺三個人 所以他們自認為他們是 亡命之徒 當時有人質 但是那時候我們攻堅 開了六十幾槍之後 雙方開槍之後 我們到最後進入談判階段 變成用談判 那時候有很圓滿完成這個任務 談判的本人 跟本人去談判 你去談判 你一開口要怎麼跟這個歹徒講話 讓他能夠卸下心房跟你談判 當時最重要的是 勸服他們說不要放棄自己 當時我踩進去的時候 是直接這樣面對這四把槍 對 下面跟他談判 好 那我們現在來考試就是 你如何把剛才副隊長講的故事 連接到可以發展出一個 問仔仔的跟大S有關的問題 如果是你要進去跟那個歹徒談判 然後他歹徒夾翅是大S 是這樣子嗎 如果歹徒夾翅是大S 你第一句會要跟他說什麼 先不管這個就 是大S 大S喔 今晚在這裡 大S今晚在這裡 今晚在這裡 記憶請了 記憶請了 我手槍你不要過來喔 大概是在這裡喔 應該會... 歹徒會不會說出說 我用我自己來換他 我要哭了 不就是我們兩個在講 你一句哭幹什麼 你會說這一句吧 如果真的逼不得已的話 我自己的個性 可能真的會這樣 就會加持我放走大S 寧願吧 那如果他加持就剩我呢 你跟他幫你打 幫他補好幾下 你幹嘛還不剩 我想辦法激怒那黑 你先不要開箱 那個女孩子很兇悍的 他就打你的 對... 所以... 所以他在劇中 他在劇中是一個很小心的警察 他其實一開始我們的設計 他在前面的集數裡 他是個那種貪生怕死 然後專門奪子彈 然後不抓歹徒的那種警察 然後他因為把了長官的 一月晴不小心上了長官的女兒 所以他只好從北區分局 逃到南區分局去 然後去遇到南區分局 唯一的瘋子 就是那個趙先生 曾經病 遇到一個曾經病警察 就這樣兩個警察 變成被不小心擺在統一組 一定要把那個案子解決掉 從這個點開始寫出的故事 這個我以前上一個 有點突破 為什麼 我突然就是一股腦袋就 靈感來了 對 因為他每次他也算是參與到啊 有 他算是始作俑者吧 他把他們放在一起的啊 流星的時候還沒在一起啊 是戰神在一起了 我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在你的眼皮底下發現 你就不知道 你不要亂講話 戰神哪有在一起 戰神沒有在一起 當然沒有啊 他那時候有男朋友的 我有女朋友的 所以是戰神結束之後 對啊 所以你還在氣男人嗎 我沒有啊 是你吧 是男人嗎 所以蔡導演的意思說 在她的影片底下沒有發生事 所以她不知道嘛 是 可是還是 她原來那個問題還是成立 就是你有很驚訝這兩個人會分手嗎 有 有一點 因為來得很突然其實 毫無預警 所以當然 你本來有誤以為 他們會在一起很久嗎 我 很慢言論 我可以來啦 反正 閒著就聊一下啊 我 我想不要代替他們回答這些 沒有 我就說 聊你個人的感受 不要替他們回答 那你自己問啊 他在你旁邊 不過余小輝剛才蒙點頭 對 他比較有參與到他們的 對 你雖然這些事情 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聊過嗎 你內心的感受 我 我只會跟我自己 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 比如說像修傑凱 修傑凱 會在很莫名其妙的時間 所以我們下一集 就專訪修傑凱 一定要的啊 你還定期放棄我們用這個 好不好 所以你說只有修傑凱 看過你哭嗎 為這件事 我不會為這個東西哭啊 因為並不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 對 可是分開來總是會有點難受嗎 會難受 但是男生跟男生在討論 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把事情攤開來說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會不會罵那個女的 你宅宅的個性不會 真的喔 你嗎 有嗎 有沒有罵我媽 開玩笑的 有沒有罵我媽 我從來不說你們家人的 壞話 沒有壞話 對我來講你們家人對我很好 我一直跟所有人這樣講 真的 我比較想五妹娘 好啦 你還是可以回去看一下五妹娘 真的嗎 雖然我已經不住那兒了 你說許老媽在客廳 然後她直接過去跟五妹娘打招呼 然後她就走掉嗎 完全不管你媽 我們這樣會不會誤導 教劉婷覺得說 一定要鬧緋聞才會有這麼多話題 不會啦 我們剛也聊了很多吧 我們有問到一點細的事情吧 你有沒有什麼 很想跟觀眾分享 然後我們沒問到的 妳就說不要錯了 有沒有很想聊角色揣摩的心路歷程 你瘋了吧 因為你想聊的話 我們下一集聊還是說私下 約出來喝酒之後 十秒內講 如果要玩遊戲 就跟懂遊戲規則的人玩 對不對 不會鬧出大皮肉來的 我很懂遊戲規則 什麼 突然覺得很不開心 你不是一個當媽媽的人嗎 你到底在搞什麼 我也有自己的人權 我覺得叫出來了 把他叫回家拿下去 不敢放在台語 不過我相信 趙又婷這個戲的表現 會讓很多人覺得很厲害 那宅宅很辛苦 被吊在空中三小時之類的 對 Mark比我辛苦 OK 不過你更辛苦 因為我覺得從現在開始 為了這個痞子英雄的宣傳 你會不斷地被問到跟大家說 宅宅比較辛苦 我們所有談話性的節目 就只有 對 偏心… 宅宅還是比較辛苦 真的 因為他那時候分手 忍受那個煎熬拍出自己 你神必講這樣子 沒有我… 沒有是真的啊 沒有…我真的是分開來的 真的 對啊 你說你開戲跟那個私下 是分開的 我可以 真的 你今天離開這個攝影棚 還依然能夠保持不講她壞話 不會 真的 那上網我們節目 你會不會傳簡訊給大S說 你妹今天又問好多 應該不會了 現在 就是過往雲煙了是不是 對 那如果下次我們請你來 然後神秘嘉賓是大S 那應該還滿好玩的 真的 那我們來安排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會努力一下 好 就必定了成功喔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